器官捐贈是一个非常重要 是救人命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机制 而世界各地都非常鼓励以及推动器官捐贈 去帮助一些病患者 香港在这方面是大力推动 而过往也因为器官捐贈 而拯救了很多宝贵的生命 在这方面我们会继续推动 我们也会推动与内地合作 因为也有个案 过往是因为大家合作而有器官 可以在这个合作机制 帮助香港的病患者 救回一条宝贵的生命 我是非常反对任何尝试 去破坏器官捐贈 这个这么崇高的理念 我留意到 有不尋常的数字 是有关去官捐贈的取消 这个数目包括超过一半 是涉及根本没有登记到 捐贈器官而取消 也有很多是涉及重复取消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登记 而又被取消的 这个是非常可疑的 一个破坏整个系统的一个行径 我是严重谴责这些 尝试破坏这个这么崇高 去捐贈器官 去拯救生命的计划 破坏这个系统的任何人 我们都应该严厉地谴责它 这个简直是一个 令到我们觉得是一个恥辱的行为 感谢观看